那禮拜二晚上做一次 禮拜三晚上做一次 这样时间就很好抓了 因为那它的排卵是发生在禮拜二 禮拜三的凌晨嘛 所以你禮拜二晚上做一次 那禮拜三排卵之后 禮拜二精子一直在那边standby的 那禮拜三再做白天后晚上再做一次 那就是卵子排出来 永远有精子在旁边等着它 那不会说有漏接啦 是 好 所以做人工塑精 一般还是会打少量的排卵针 不会像四管婴儿打那么多 这也是为了要增加成功率 也不会说天天打 就是打排卵针就是要让绿泡多一点 那来增加它的滑影成功率 是 那现在这种排卵针都是所谓的肚皮 这种皮下打滑针比较不痛啦 那打完排卵针当然就 你开始要去监控它 会不会打得太过火 或是打得不够 所以就要一夜病人大概三天之后 回来看一下 哎 粒泡多大啦 几颗啦 大大小啦 什么时候要做 下一段BCR 下一段BCR 那排卵针有很多种 有300 600 450 900单位的 就是不同进行的 那现在镜头看到这个大概是所谓的 比较方便的所谓的排卵笔 比较轻比较轻比较 而且你要打的时候 它药都配在里面不像以前的排卵针 就是要拆开来 然后粉加水 然后摇一摇 那有时候那种玻璃的 绿泡也会割伤手指头 哦 是 所以这是比较新型的排卵针 那一般做人工塑精 大概这种排卵笔打一到两支 很少很少打到第三支啦 就是大概不会打很重 所以打立炮至继续到4到6克差不多 是 那我们看下一段BCR 好 好 那等到立炮成熟之后 这个针就会上升 打破卵针 这就是破卵针 那为什么要打这个呢 因为这是让卵子进行第一次检视分类 破卵针其实是让病人容易理解的啦 其实它不是破卵 它只是说 我们打上去之后 它仿同我们体内的LH 这个荷尔蒙的基射 我们要排卵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LH 要忽然串起来 就是说 要忽然升高 我们在英文叫做设计 那我们就打下去之后 它这H7打下去之后 它LH就设计上去之后 卵子外面 包括它外面的频繁器说说 前列的限制复泌 所以就 那个绿炮就 好 那个我看过一段 国外得奖的影片 那个排卵出来有点像那种 小龙队的水龙头这样喷出来 那 那时候的输卵管就已经 包在卵子外面嘛 所以喷出来就 就好像一个托手托球 那这个补手就在那边接下来 接球这样 所以不会漏接 那常人病人又问一个问题来了 它的右边的卵槽被切割 可是它的左边水龙管通 右边水龙管不通 那 右边的卵 左边 左边的卵槽站 对 那左边卵槽 水龙管被切割 可是右边卵槽站 他问说 那这样右边卵槽排出来的卵子 左边的水龙管怎么会抓得到 嗯 因为 这边排出来的卵子 这边这边没有水龙管 可是这边有水龙管 这边又没有卵槽 嗯 那我刚才讲说你不用担心 我们身体很奥妙的地方就是 它只要排卵的话 这边左边的水龙管 它会绕过去包买右边的水龙管 因为我们的水龙管就像 比如说我人是子宫的话 水龙管就像我的两只双手 它会嗨那嗨去 哦 所以它也不是说就固定在这边就这边 不是不是 它会这样子绕过去 然后做一个capture的动作 好像捕手的这个意思 很奇怪 可能还没有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在排卵的时候 水龙管的末端 它里面的淋巴衣忽然瞬间 淋巴衣充满了 在衣鞋上用那种勃起这样的一个英文 Erection形容它的那个 水龙管末端的这个动作 所以勃起然后去捕捉卵巢 这个很奥妙 为什么 那为什么水龙管会去 去捕捉对侧的卵巢很奇怪 我们燕迪姐也碰过就是 左边水龙管通 右边卵巢在 然后它自然怀孕的 自然怀孕的 是这个就是我们人体奥妙的地方 这个上帝造人 它的这个设计就是 对 很很很 设想周到 对我们来看下一段不需要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像这个做人工受精 精液起出来之后 对要处理 因为我们的精液不能 一定要处理 一定要洗 一定要离心 一定要存化 为什么 因为精液射出来之后 你如果说把丈夫精液就是 言之言为把它注射到太太的子宫 我跟你保证 太太一定在地上打滚 为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是像那种自然怀孕的话 不是也是这样吗 自然怀孕的话 丈夫射精是射在阴道 它游进去的里面是透过太太子宫颈游进去 可是你如果说把精液注射到子宫腔 精液里面有大量的前列腺素 会让子宫强烈所说 精液里面有细菌 会造成太太骨盆腔发炎 精液里面有些杂质 那精液里面有很多不必要的物质 所以这些情况下你如果说把 我们刚才提到说 为什么说所谓的阴道精卵症 是把丈夫的精液注射到阴道 为什么不注射到子宫 你注射到子宫一定要处理 你如果说没有把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子宫塑剂 我们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个孕妇到38-39周都还没动静 我们到医院去催生 那催生其中有一个药就是所谓的前列腺素 就是在阴道里面化个前列腺素 让子宫一起收缩把它伸出来 对 在催生在阴产的药 那个叫前列腺素PGE2 所以如果说精液里面你把精液 没有像刚才这样处理洗滴离心的话 把它存化 那你注射进去包准病人在地上打滚 搞不好还会滚这样发炎 突然管化膿 那而且我们注射进去的那个吸吸素 不是给它注射就是 账物设定出来是5CC 注射越多越好 等它注射5CC不对 你如果注射进去病人站起来就流光了 所以我们注射进去大概在 0.03到5 0.5CC这么少 就这样一滴进去 那它里面自然 因为里面是 会随着那种 子宫内部还只有一层那种黏移 它会护着上去 它会往里面游 对 那刚刚这个医师也提到说 如果注射太多的话 可能这个妇女朋友一站起来就会流出来 那这样子如果说做完那个人工受精的话 是不是要有某些的动作呢 或是要休息 在国外是在医院躺10分钟 我们医院是躺3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说 我站起来精英都流光了 因为我们注射进去的那个量非常之少 有时候比如说账户交给我们5CC账户的精英 然后我们在戳的时候 就我们医院的话是由病人拿着在手上 因为确定是他的嘛 比如说一次可能很多人在座能够收精 那他会说 我们交给你的精英不是很多 怎么剩在这么一点点 我会跟病人说 你交给我的5CC 那一堆里面真正精虫本身只有1% 比如说账户射出来是5CC 那里面真正精虫账户的体积只有1% 那我们就把1%的精虫拿出来 然后再放在我们的培养机 所以当然是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病人会说 好像说怎么会打 是不是这个把它浪费掉了之类的 不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下一段被吸氧 好 好 那准备好了之后 就是要亲索亲角的 把这个精英注射到子宫腔 这叫REY RE就是 但是 所谓的精液的 insemination U就是子宫 insemination 所以 所谓的人工塑菌 现在都是指 U 子宫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有阴道的 有子宫颈的 有疏软管的 但是如果说做疏软管的人工塑菌 蔡医师 我们现在做这个人工塑菌 都是把这个处理过的精液 注射到这个子宫腔里面 没错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 透过什么样的手术呢 不用啊 还是说 是直接就是打进去而已 这里要呈现一下就是 就是打进去而已 有些病人就说 做人工塑菌 要不要进开大黄会不会痛 我说不用啊 这构成跟做抹片一样 就是我们要亲手亲脚 像刚才我那个影片我在做 那乘医师在扶操案破一样 就是说 做的过程没有感觉 不像宿卵管 不像四管婴儿 还要进开大黄 要毛嘴要取卵 还有有时候还要担心内出血 所以人工塑菌跟四管婴儿 的确 有些病人如果说 不是很了解的话 会把人工塑菌想成四管婴儿 把四管婴儿想成人工塑菌 这是可能的 那他是怎么 就是把这个放到 那个子宫腔里面去 就是我们用压嘴打开 然后看到子宫颈 然后把子宫颈 上面都有一些粘液把它清掉 然后用一个非常软的管子 吸了精液之后 然后用那个针筒 是 我们在注射那种 胰岛素很吸的针筒 然后轻轻把它推进去 对 所以做人工塑菌 其实是不用进手术 不用开刀的 不用啊 不用也不用进食 也不用麻醉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个 很安全的一个手术 是 那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到今天 听了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对 原来做这个人工塑菌 是这个样子的 在美国他们人工塑菌 甚至是自己做 比如说他单亲 他单身后同性恋 没有我今天这对同性恋 他要生小孩子 他直接在网络上跟某家建筑营囊订过 那他寄过来就是一个 一个冷冻的精子 那他上面有教你怎么解冻 那你怎么去用 然后怎么去 他也附你压嘴 就是附着针筒 那你在家里就有你的另外一个同性恋的 就帮你做 在美国是这样做 他们直接就是宅配 他们这个都不像我们的 就是要有医师的手 但是他这个也是人工 因为他毕竟是 所谓的人为的方式 把精力注射到子宫腔 使这是非常特别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表示说 如果说你一般人中民众都可以做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很简单的 我们看一段下段危机啊 那当然在台湾地区就不允许 因为卫生署认定它是一个医疗行为 那这是一个所谓的 组织完之后14天的验孕 那通常14天之后就可以 开我们说开奖 那这个里面就包括所谓的 我们院这个验孕就包括三个步骤 那小便给我们之后 我们滴上去这个杯子 然后有三种药剂 你看到一个中间一个染色 就表示说OK 中奖的 卫生网 那当然验孕的时候 病人会欣喜高兴万分 我通常会 也不是说泼病的冷水 我常常会警告或解释他 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 卫生网过三关 你验孕有只事 代表你怀孕 第一关 你要用叉孕 看他是不是在子宫里面 不要外孕 那还要必须要看 是不是有可能 有没有心跳 会不会流产 所以至少都要看到有心跳 比较上 或比较笃定一点 是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VCR 那再来就是说要看心跳 看心跳 对 有的人就是做人工收集 然后也看到在子宫里面 但是迟迟看不到心跳 就变成空泡蛋 所以至少做人工收集 又要看到说有心跳 那至少要看说 是不是双胞胎 像这个是双胞胎 右边一个左边一个 所以人工收集做双胞胎 也是有可能 我们验最高纪录 人工收集曾经做过四胞胎 哇 因为人工收集有时候就是 力泡也不多 可是注射进去 它种几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 很难预料 所以在人工收集有一种情况下 要改做四管婴儿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当然你力泡很多的情况下 你注射精子进去 你不晓得哪一刻会中奖 你没办法控制 那我干脆把这些卵子 通通踩下来 跟精子收集之后 我放胚胎是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放两个三个 就可以减少多胞胎 对 所以人工收集可能会 跑出四胞胎有胞胎 可是四管婴儿 你如果说放两胞胎 两个胚胎 要跑出三胞胎的基地 就太低 很低了 所以 有一种情况下是 人工收集做到一半 改做四管 当你力泡非常多的时候 我担心无法控制 失控的情况下 那有一种情况下是 四管婴儿做到一半 改做人工收集 比如说 当你打针打起来 力泡数很少 那你做四管婴儿成功率 可能不高 那干脆就做人工收集 就做人工收集 所以人工收集 中间改跑到做四管婴儿 或四管婴儿 中间改跑到做人工收集 这是有可能的 两种情况的 对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段VCR 好 好 那这个是在 这应该在前面就 就是说 在打趴眼镇之后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再量 这个力泡多大 那这个力泡就 这个力泡看起来就很多颗了 光这个切面 就至少有七颗了 那这个应该是我 四管婴儿的病人 拿过来 让大家 分析一下 人工收集 比较少 打到这么多颗 是 那通常我们就是说 长加宽 就是它的 所谓的直径 那这种 量力泡的大小是 大概在人工收集大概要两到三次 常常有病人 尤其是外线式的病人 在网络中问我说 我是在台北啊 我如果要你们彰化博恩 复兰科做人工收集 我到底要去几次 是 大概要四次 四次 那就是说两次做这种超音波了嘛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两次 值日账户的精子 是 不过现在这阶段就是说 你做人工收集 一定要事先来 确定一下 基本的资料 你有没有结婚啊 有没有疏乱管通 这些都要确定 总不能说 你要做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两个没有结婚 做人工收集 做四管联合 都要结婚的 是 所以我们最近碰到一个案 就是要做人工收集 明天要做了 那打发生 我们就说 他们会去办 一直到结婚前两天 才去法院公证 如果说他们确定要结婚 法院工作很快 花了一千块 然后法院排定时间 然后一下就办完了 对 这也是非常有序的案例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结婚证事 或者是说 确定他们已分的话 我们是不能做 没有办法做的 那是违反人工薪职法 是 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进来 请叫蔡医师 电话号码是7264613 7064613 我们待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